美墨边境围墙的建设经费到底要多少 一直是争议的核心 美国政府上个月25日才刚结束史上停摆最久记录35天 根据标准普尔试算 这造成了高达6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如今又再度面临二度停摆的危机 一些立法者努力防止政府再次关闭 当地时间9日 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就美墨边境围墙经费等一系列边境安全问题举行谈判 但最终破局 两党的谈判代表10日均表示会再继续举行会谈 但在周五之前达成共识变得较为困难 目前双方计划在11日先草拟一份提案 并于16日前提交众议院和参议院进行表决 不过一位代表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 理查德·谢尔比告诉福斯新闻说 他认为谈判现在停滞不前 对达成协议缺乏信心 川普为了兑现竞选承诺 早前坚持把政府预算和美墨边境竹墙经费挂钩 导致联邦政府约四分之一的部门 从去年12月22日至今年1月25日停止运作 逾80万名联邦雇员一度领不到薪水 后来川普让步在临时支出法案上签字 让政府重新启动 但这项法案有效期限只有三周 川普当时扬言 若2月15日前仍无法与民主党达成协议 他可能会让政府再度关门 并且已经发出信号说 他可以宣布国家紧急状态 在未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 使用其他项目的资金来修建围墙 白宫大理幕僚长马尔瓦尼 10日接受福斯新闻访问时证实 联邦政府的9个联邦机构 以及一些相关部门 可能会于15日再度停摆 他说两党的议员于8日开会 虽然一度传出双方接近达成协议 但分歧依旧明显 白宫和多数共和党人都希望 可以取得至少20亿美元的资金 来兴建美墨边境隔离墙 这笔金额已经少于 川普原先要求的57亿美元 但民主党只肯拨款20亿美元以内 部分民主党人更认为 只应拨款10亿美元 马尔瓦尼还说 白宫其实不愿意再让政府停摆 共和党会在国会尽量争取经费 不足的部分由总统川普另行筹措 不过这个举动 可能会引起民主党人的法律挑战 马尔瓦尼也坦承 如果川普没有得到他满意的法案 美国政府15日恐怕又要再次关门 新闻时事报 记者村云山整理报道